百年大党国民党昔日掌权也握有大笔经脉 但党产会发现国民党赚钱的小秘密 竟然是大量以左手卖右手的方式变卖党产 位在林森北路的喜来登花园城堡 其实原本是国民党的文工会大楼 在1998年的时候以5亿的价钱 卖给了党营事业华夏投资 华夏投资再以6.5亿元卖给了怀尼建设 被党产会质疑这是一块地赚两笔 国民党上千笔不动产土地被卖到只剩147笔 包括中校东路一段的长颈鹿大楼 过去也是党产 像在大楼正上方的探头长颈鹿 过去是没大党灰 党产会指出连站马英九任党主席任内 也都以左手卖右手火速兑现党产 当然这是过去的国民党的一个处理的党产的一个方式 那这整个的交易过程我们都可以来摊开来做一个检验 但是更重点是我们也要强调在过去的时候 譬如说包括连站担任党主席的时候 这也是陈水扁执政底下 如果说有任何不法的话 我想那个时候早就会被清查出来 国民党表示这样的指控是冷饭热炒 如果有不法交易当时就会被抓到 不需要现在才来翻旧账 至于这些兑现的党产去哪了 想当然了党产会不会轻易放过 欢迎新闻林志鹏黄运晨台北报导